美嬌 老婆,你今天好漂亮啊 擔心下跪 兩人深情凝望 即將踏入禮堂的美嬌娘 正準備迎接一生一次的大喜之巨 美嬌,你現在有嗎 謝謝你 抱著寶貝女兒新人許下承諾 溫馨畫面感動不少來賓 誰知道這一天對新娘來說 還有另一段煎熬過程 我是六點半準時進場 但是他最後是六點才到新娘房 我不曉得可能全世界 應該沒有一個新娘 是用這樣子的心情進場 馬上在現場補妝這樣子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我一整天就沒有上妝 新娘在臉書上指控新密 結婚前天才告知 有接下另外一對新人的案子 讓婚禮行程延後一個小時 先生還因此沒有上妝 新娘在休息室 也沒跟任何朋友拍照 最後新密出現 第一句話不是道歉 而是他走錯路了 爸爸中風 爸爸死掉 奶奶死掉 奶奶中風 就是諸如此類親朋好友 就是各個中風 各個死掉 原來這個彭信新密 起家理由很誇張 從受害新娘提供的截圖來看 不是外婆中風 就是外公生病 更扯的是還有家屬去世 但後來一比對才發現 他根本就是超出新人 最高紀錄一天接六件 因為受害新娘幾乎遍布全台 網路引發公分 讓彭信新密發文道歉 進行退款和賠償 強調自知 做了不可原諒的過失 擁有七萬人追蹤的粉專 彭信新密原本人氣很高 還在桃園開了一家公司 不過疑似為了多賺錢 忽略顧客權益 差點害婚禮開天窗 引發新娘公憤 掀起一波網路 踏罰聲浪 三天新聞黃國熱網浩運黃鄰 一來探討報導